这个模拟器运行出来以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程序 这个是前面的Nert 点确定按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ate 出来现在当前是2014年10月31号 点一下这个 表示用户选中的这个时间 好,这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Time Time现在是9点52分 我们就直接点一下这个 9点52 90,52分钟 OK,那说明我们的这个 oncreate dialog这个方法是OK的 现在我封撞了三种类型的dialog 给我返回 然后把它写在一个碎片里面 然后集成到这个activity里面 我现在是可以掉的 不过呢,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刚刚我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bug 哪两个bug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Date的时候我选的是2014年10月31号 但是当我选点down的时候,这个地方我打印都是9月31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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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份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bug 第二个bug 不管是Date还是Time 这个最后打印Torist的这个出现了两次 你看这儿一次 还有一次,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Undate set的方法和Untime set的方法被掉两次 那说明你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优化 那OK,我们来解决这问题 那么第一个bug 第一个bug肯定在这里面的代码有点问题 也就是大家会发现刚刚这个观察 那这个X1 这个X1以后是怎么问? 什么,什么情况呢? 就是那个选择的这个月份 好,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month 这个month如果学过加二同学 大家知道在加二里面 它这个month,它获得那个值 它是从0开始的 也就是说它是从0到11这个数值 来表示1月到12月 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这个肯定有讲 学过的同学更知道这个 那OK,那就是说这个selectmonth 这个不对 这个值你要让它正确 那OK,给它加一个1 刚刚选的是10月31号 它给我打印的是9月31号 所以这个 把这个值加1 好,我们来操作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结果 我们改了代码以后 是不是这个结果对了 好,这个下面的日子呢 你还可以去观察这个 这个dialog的生命周期 你看我点这个弹出来 untouch,uncreate,uncreate,uncreate,dialog 这个方法已经掉了 10月31号点当 好,10月31号 对了,第一个bug解决了 第二个bug 第二个bug 这个被打印了两次 那也就是说这个方法被掉两次 那OK,我们再仔细的观察 大家知道这个我选择了 表示用户想选一个日期 我点的是当 但有同学会想那我不点当了 我点返回行不行呢 我点返回行不行 我点返回现在是什么一个状况呢 我点一下返回 大家会发现 点返回这个地方也掉了这个 但是掉了一次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了 其实你在点down的时候 它本身执行了一个选择的操作 就是undate set 这个操作 并且它还掉了一个 相当于返回操作的效果 也就是这个返回的效果 又掉了一次undate set 所以这个地方被掉两次 那OK,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告诉大家这个自己要去研究一下 这个研究过程我就不多说了 那就在于这两个类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是unstop那个方法 它去掉了一个负类的unstop 所以你要去把那个unstop那个方法 不让它去掉负类的unstop方法 所以这两个类 你要重新去写一个负类 写一个你自己定义的负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 这也取个名字 第一个我取个名字 Reco Reco DatePick Dialog Dialog Extense 谁呢 那这个class 对吧 我们去写一个字 类 class Extense 它 好 这个地方报错了 必须要你添加一个这个构造方法 这个构造方法刚好是我们要掉的 对吧 因为我们掉那个构造方法 我们就去传这个回掉函数 以及当前的年月日的选择 这个你放这 这个不用管 一会我们也会掉它的 关键是哪个方法呢 是这个方法 是这个unstop的方法 它就是因为这个unstop的方法里面去掉了这个 superunstop 所以你在这地方 注释 注释 那不要这个方法 好 然后呢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就不是这个 我们有的是reco reco DatePick Dialog OK 我把这个代码改进一下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效果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你把这个日子删一下便于你自己看 我们看 好 创建一个Dialog 这方法都掉了 这三个方法都掉了 没问题了 然后我点当 这个只掉一次 只掉一次 Destroy 销毁 然后你再试一个这个 你点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点当 你点的是返回 返回就不做这些事嘛 表示用户没有选择任何的日期 好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自己再去加一个日子 在这儿 你看这个set方法这里面 掉了 然后 改成我这样的话 只有当他选择了时间点那个down的时候 unset unset的方法会掉 然后返回那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 这个回调函数不掉的 所以这个一葫芦画瓢 然后呢 你另外一个也写成这样 把个class 然后你取一个名字嘛 你把那个时间 时间跟他的这个 是一样 时间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去写一个类 然后他构造方法 再给 好 就他 然后同样 你去把他的这个 stop那个方法 不要了 不要这个 注视点 注视点 然后呢 你new的time picker dialog 就变成这个自己的子类 do record 这个 ok 行 然后我们再来操作一次 看一下最后我们的运行结果 现在这个就可以把这两个bug解决掉 好 ok 这个我们直接来time time 然后 学10点 这个直打音词 就ok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代码就 比较完整 所以这一道立体就把这个 dialog的创建封到了一个fragment里面 然后通过activity的调用 然后大家来做 那么下一课我们再把这样的立体再 优化一下 再改一点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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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